这今儿又到半点了 我俩这车也要拉的呀 这顺利得到达目的 但是呢就是天气不太给力 这小雨啊是拉了了一道 这我俩到地方了进场了 车挺稳的 行至下着小雨啊 不打过事 这边我们正准备解锋布呢 这大雨啊 娃娃就下着了 这一看不行啊 下这么大这歇不了啊 这霍主哥不行 明天早起早歇吧 这赶上这天气了 这谁都没着啊 这不昨晚上我俩就在厂 我边里面住了一行 今天早上呢 这样非常准时 这六点半了就来给我们卸车来了 这车呢卸的也是非常快 八点多钟不到九点 我们就卸完了 这卸完车出来了 这每天我俩两顿饭 这倒点吃饭了 咱找个到边啊 停车做饭吧 这边都抵到我 这找个停车地方太费劲了 这找了老半天了 可下找个差不多的地方 就停着了 这我家司机说呀 好几天没吃米饭了 今天呢 就用这鸡腿啊 做个土豆 闷点米饭 上面呢 我再给他蒸个鸡蛋闷子 这菜咋样下饭吧 我这每顿饭呢 都得保证要我家司机呀 造得饱饱的 这饭好了 我俩也就开饭了 这今儿又到饭点了 今天这饭呢 是准点吃不上的 我家司机这是卸足了劲 是笨嘎嘎往前撩啊 就想早点给你到地方 这今天这饭呢 也得到地方再吃了 这昨天装车的时候下着雪 往这边走呢 就开始下着小雨了 这一路上啊也没停啊 我俩这没回去家呀 这心情就不太美丽 再加上这一道的小雨 这可真是闹心巴拉呀 这下午一点多了 我俩这下高速了 下了高速呢 还有20多公里里到 就到地方了 这进场了 把车停稳了 第一件事赶紧整点吃 可怕我俩都饿玩玩的了 这做别的吃啊 我家司机都嫌太慢了 这看来是真饿极眼的 这车上这不还有米线吗 这一包米线呢 还不够我俩吃 我又搁里两块方便面 再放点青菜 司机瞅瞅我都笑了 你们这回是真糊了 这方便面和米线 还能往块煮呢 这饿的时候啊 你就别管啥跟啥往块煮的 你就说你吃的时候香不香 顶不顶饿就完了 煮这晚上就快啊 十分八分的就完事 这都煮好了 我俩就开饭了 这吃完了呢 就等着泄车就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今儿又到饭点了 这每天到饭点啊 是我家司机一天呢 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候 也是我呢最头疼的时候 真是不知道这一天都吃啥呀 这我昨天下午啊 我俩到装车的厂子们扣的嘛 今天早上这一睁眼 哎呦我的妈呀 他下这么大的血 我的第一发言啊 是今天还能装上车了吗 这我家司机也醒了 这第一句话就是 我知道今天吃啥 你们就说这是哪个哪个 我这还在这担心 能不能装上车呢 他还在这搁行司吃呢 你们就说 我说他是吃货 你说我冤枉他了吗 他就说我 你不用心思 这能装就给咱打电话了 这不能装的 你在这心思不也没用吗 我这一天呢 要有他一半的心态呀 我这都啥都不是事 那就不心思了 那你就说今天吃啥吧 他说这不下雪了吗 这大鹅了咱俩是没有的 咱俩猪中炖粉条子呀 这下雪天吃这东北菜不正好吗 上面再给我蒸两个花卷 这一锅就出来了 多省事啊 你平时不就愿意做这省事的菜吗 这我俩这边还说着呢 这来电话了 咱去趁装车去 这趁装车的功夫 咱就挺塌的 我就该把他准备的 就都准备出来了 一个多小时 装完车出厂 封好车 我俩呀就得就劲 就上高速了 这前面就有个服务区了 这到中午了 也该吃饭了 这进服务区啊 这车停好了 趴着下去检查检查车 上趟厕所 我呢也就开始做饭了 这饭好了 我俩就开饭了 吃完饭 熟熟熟细继续出发 这今儿又到饭点了 这可真是啊 啥事都别算计 真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呀 我俩这车香蕉啊 定的时候啊 是到沈阳八家市场的 这我们是按货主的要求啊 是昨天下午啊 到的地方 但到地方了 货主说市场不让进呢 没找到在边上 租了个临时的冷户 我们就得卸在这冷库里的 这本来呀 新的信完车啊 找点货就回家了 但是哪成想啊 这昨天晚上 家里边来信了 今天开始啊 家里边就是静默状态了 我们俩呢 也回不去了 这当时听完呢 这脑瓜子嗡嗡的 我俩从家出来半个来月了 这车点上吃的用的呀 也都用的差不多了 这不然回家了 这我俩得想招啊 找地方买吃的呀 这装修工工老早就来卸车来了 这我俩起来 把缝补啥的都叠不完了 咱得出现看看 有没有卖吃的的 买点菜啥的 这出现走了得好几里地 这才找着一个呀 小市场 还挺好 这市场呢还开着门呢 这进去了之后 我俩是一顿的购物啊 就跟不要钱似的 该买的呢 也都买回来了 这车点吃的啥的被足了 咱这心呢 也就有底的 这买菜的时候呢 买了点面条 这中午呢 就我家四季啊 炒点面对付一口的了 这车呢 马上就卸完了 这卸完了呢 我俩出现 不让咱回家呢 咱就接着再走 饭好了 我俩就开饭了 爱因没有你 才会有意义 去理解红的星星 遍布我这小小的身躯 你我的心里 谁也不离不弃